哈嘍,這裡是騷米斯在,今天是9月29號,剛剛發了那個視頻,結果不到半個小時,這個官方的海地鼠介紹出來了,我們看一下 諾曼寶可夢屬性水,體重1.8公斤,身高1.2米,這個1.2米是把他的脖子長度都已經算進去了,已經是長頂路啊 據說用兩個紀念球擺在海地鼠的兩邊啊,會有特殊的效果產生 海地鼠特性是年華或者膽怯,年華的話是年美龍的那個夢特性,用接觸類招式攻擊他時,攻擊他的那個寶可夢速度會下降一級 膽怯的話是幽尾玄瑜還有鯉魚王的那個特性,受到惡屬性,幽靈屬性,蟲屬性招式攻擊時,速度會上升一級 那肯定是選擇年華特性會比較優秀了 與地鼠十分相似,但種類完全不同的寶可夢啊 海地鼠雖然與地鼠很像,但卻是完全不同種類的寶可夢 在沙德里時,他的身體是怎樣的?究竟有多長?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就像那個普通形態地鼠,下面那個胸跪形態也是未解之謎一樣啊 自從看了這種圖片之後,就給我的童年留下了很大的一個心理陰影啊 海地鼠的嗅覺靈敏,二十米外的氣味也能嗅到 他總是在警惕周圍,性格膽小,一旦發現別的寶可夢的氣味 就會說到沙德里藏身 海地鼠的一個介紹,這個實在是太搞笑了 之前湊出來的幾個圖片應該都是不準的 他這個進化後會是什麼樣子呢?三個長脖子可能是這樣子 好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